我相信大家看我已经看到很腻了 所以在之前我们找了一个新的主持人来 他的名字叫做志凯 可是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一个新的主持人 应该还不是很熟悉 所以今天我们就让他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哈喽 我是志凯 相信大家也常常看到我 但是对我不是很熟 那么我再重新介绍多一次我自己 像刚刚我讲的 我叫志凯 然后我今年23岁是来自沙巴的一个 人啦就是一个人 那么为什么会来到automachic 这里呢 是因为喜欢车咯 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 是因为喜欢车才会关注automachic 的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回到正题 其实他的正题就是还要做业配 没有错虽然他来了一段时间罢了 可是还要开始业配的 我相信很多刚刚毕业的朋友啊 他们在毕业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车子 然后要找工作麻烦要去哪里都麻烦 其实志凯也是一样啦 所以现在就让他告诉你 平常他要用到车子的时候 他有什么解决方案 在开始之前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过租车的经历 如果有的话 没有错 今天的主题就是租车 首先来讲为什么要租车 租车通常不是因为 当下没有车或者是你刚到另一个城市 要需要车辆代步之类的 而以前能选择的租车方式 其实是只有传统的租车公司 而大家都知道 你不知道怎么办 再来最严重的就是 你刚拿车的时候 那个车是好的 可是你还车的时候 那个人跟你讲 你的车有问题 他想要扼你钱 没有错 就是要敲诈 相信大家都已经经历过这种事情了的啦 我本身也是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那我来讲 我刚到吉隆坡的时候 我需要一辆车去找office 或者是找住的地方 可是 我不想要再经历以前那种糟糕的经历了 那种以前传统租车的糟糕经历 其实现在网上有很多种租车平台可以选择了的 可是 就有一个比较吸引到我 那就是 GOKAR 听我一个一个讲 首先 GOKAR的分布地在全马超过300个位置 其中包括 KL Bineng 和Serango 而且有很多种车可以选 我可以随便租一辆车去玩几个小时 几天 甚至是几个礼拜都没有问题 因为他的时间是可以自定义的 而且他不限里数 这就是他吸引我的那一点 他不限公里数 你可以跑多远都没有问题 只要你把车还回给他就好了啦 来讲一下他的服务选项 第一就是Round Trip 顾名思义就是 你在哪里租 你只需要把车还回哪里就好了 只需要提前预约你的车辆 然后到时间你去拿你的车 驾出去玩你的东西 或者是去哪里都好 到时间了 你就还回那辆车到 你在哪里拿的地方就好了 再来就是Free Floating 这个也是比较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他就是 假如你在Serango的话 你租车把车开走 开到你想要开的地方 你要还车的时候 你只需要把车还到 购卡在Serango的随便一个 parking spot 这对于很多人来讲还是比较方便的 Round Trip的价格是12块9 一个小时起跳 比你叫电造车还便宜 如果拿Nissan Amera来讲的话 一个小时只需要14块9 而且如果你住3天或以上的话 你省的租车费用还会更多 Free Floating的价格更加划算 我们拿回Nissan Amera来讲 它最低每分钟只需要0.17C 假如你租一天的话 它的价格相对来讲会更加划算 尤其是它的无限里程 我可以驾非常远 而且是不用收钱的 对我来讲 这个是最吸引我的点 更棒的来了 GoCart的服务是开放给批牌的用户的 没有错 如果你刚拿到驾照 你还是批牌的话 你也是可以一样使用GoCart的服务 不像一些租车公司只开放给正式驾照的驾驶者 去使用他们的服务 这点GoCart对批牌的用户还是比较友善的 最后我帮你总结一下GoCart吸引人的点 第一就是它的无限里程 你可以驾多远都没有问题 只要你把车还回去就好了 然后就是它的Free Floating 你不需要把你的车 停回你原本拿车的地方 这对于很多人来讲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我们视频下方也会有一个link可以点击 你们只需要点击这个link 你们就可以开始注册 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 不要忘记使用这个Promo Code 可以帮你省下50%的Discount 所以从现在开始 透过GoCart 要驾多远就驾多远 那么这次是我第一次业配啦 谢谢大家的支持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也会多多支持我做业配啦 拜拜 谢谢大家 再来 我这也是 公坊 全还有 GoCart 켓